您的这头发的长度都比我个儿高 这个留了多久 我留了19年 19年 这位阿姨气场真是道 一身红衣盛装献身求职现场 吸引无数老板注意 职场上处处有心机 阿姨的红色盛装就相当有段位 要知道红色在心理学上 一直对人有强烈的吸引力 除了衣着上别出心裁 她说话上更是讲究 在不经意见公为了老板 手段相当了得 在非你莫属上求职的人很多 但家庭主妇现场求职的就少之又少 这位衣着艳丽的46岁阿姨名叫邹玉 来自湖北实验 虽然干了很长时间的家庭主妇 但为了工作 她毅然决然地登上求职舞台 就是为了找到一份属于自己初中学历的工作 对于自己身穿亮眼衣服 她不说是自己喜欢 反而是恭为各位在场老板生意能够红红火火 如此能说会到的嘴巴 直接刷了一把好感 可当人看到她工作经历栏 却赫然出现家庭主妇四个字 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完全与世界脱节几十年的女人 如今来现场找工作 真可谓是勇气可降 同时现场的老板都对这样一位女性 生出侧隐之心 求职现场也就此开始走温情路线 下一秒的煽情也如约而至 别看邹玉穿的眼力 其实她的内心隐藏着别人难以触碰的伤痛 因为母亲自小离开家庭 与姐姐相依为命 直到2003年 她遇到爱人 并组建了家庭 生下一儿一女 本来幸福生活 可今年一月份 其丈夫意外去世 让整个家庭失去了顶梁柱 为了撑起一个价 邹玉离开了温暖的避风港 决定出来工作养家 虽然生活中经历了各种坎坷 她仍旧抱之一个 坚强的寻求生活 在场的老板在听到家庭如此困苦 心中泛起了涟漪 这时专门负责评估的专业人员 更大方表示 自己在邹玉身上 看到了为母则刚 为女则孝的品质 并且认为她未来会获得 优秀人士的认可 仅仅是上台几分钟 就俘获一向端庄 稳重的专业人士 听到如此评价邹玉乐开了花 要说别的工作 她没有信息 但在做家务这件事情上 可是自信感爆棚 邹玉眼看自己好评不断 直接在场上表示 自己任劳人员 在场的老板 看到这样的阿姨 都非常喜欢 率先出击的是 五八同城老总断动 首先向邹玉介绍自己公司 有十几万的家长阿姨 他们一样都经历了生活的洗礼 拥有与邹玉一样的心酸过往 整个从事家政业务的阿姨 往往都是在孩子生活的城市 长久扎根 慢慢从一线的小事工 干到收益上万的家政高管 为了吸引其加入端东 主动介绍成都于退休教师 在他们平台当上育儿嫂 日常工作就是接送孩子上下学 同时也担负起教育孩子的责任 这样下来 他的薪酬直接飙到万元 这些只是比较好的情况 综合求职者初中学历 所以五八同城老总 推荐其去为老人做护理 薪酬也是相当可观 看到老总的热心帮助 邹玉并未直接地表示自己不喜欢 反而是顺着老板的话 让人见识到了说话的艺术 没有什么要求 只是说 不管是就是我的学历比较少 您说了就是 我只要是用心去做 用心去学 但是我很自卑 用性格作为借口推托 婉拒不信仪的工作 这手段真是高 当然 作为混进职场多年的老板 哪里不懂得邹玉的太极八卦圈 直接表示他完全不需要自卑 因为基础的护理工作 只要吃苦耐劳 就可以完美掌握 除了护理等最基础的行业 还有具有技巧向的整理室 也应该是周遇选择就业的方向 就业方向有了大概的方向 老板更是提出 其应该尽快融入到社会中 加快学习新知识的步伐 同时 老板们在给出积极的就业指导师 五八同城高管 指出求职者身上带有浓郁的负能量 更担心 其身上的伤痕会不会在未来的工作中 影响客户 如何合理规避 还没等到邹玉开口 作为把控全场的主持人 就站出来挡枪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自卑的话 你可能就不会走出来 你可能就选择其他的方式 在当地找一些短工 一些多做几份兼职 来养活你的一对儿女 我觉得你今天能够来到这个舞台 恰恰说明你是自信的 主持人在肯定邹玉的同时 更积极地号召现场所有老板爆灯 来支持这位经历无数艰辛的中年妇女 在场的所有人都积极响应 让人看到了职场的温情 一波不够 松鼠爱的老总非常够意思地表示 承包孩子的学习 温情结束 邹玉也正式进入求职环节的重要环节 才艺展示 别人才艺展示 都是亮歌后 邹玉直接展现自己的才华 整上一首原创歌曲 这样的操作直接看待现场老板 感情这位应聘的阿姨 是将求职平台当作出道舞台 但在现场的老板们 本着与人为善的心 不拆穿不批评 使之这位阿姨在表演过程中 将自己的三千发丝 展现在老板面前 三千发丝如瀑布般 一写千里 光是长度就已经达到2.6米 这样的情况 哪里像是心心的家政形象 简直就是养尊处优的富家太太 现场的老板看到这个情况 立刻心生疑惑 对于遭遇的回答 老板们始终持有怀疑的态度 于是现场假设 如果雇主强烈要求其剪去长发 又该如何选择 邹宇表示自己不会剪去长发 因为那是自己寄托 艾斯最佳表达方式 原来其丈夫生前最爱的就是 邹宇一头乌黑长发 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动他 现场老板听到如此理由 不好再延其他 但心中已经对邹宇的去留 已经有了决定 最后等决定时刻 老板们收回文青 直接灭灯道两展 其中一位是对邹宇 非常欣赏的女老板 他为家人找保姆 给出五千薪酬 另一位则是五八同城老总段东 同样给出武汉一线保姆职位 薪冲直接五千元 同样的薪酬 邹宇直接拒绝段东的职位邀请 原因只是异地不方便照顾家人 两份工作 他都婉言谢句 潇洒离开舞台 只希望这位爱美乐观的女士 未来的生活能越来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